大家好,这里是IT Commander 这期节目我给大家介绍一个传感器 它的名字是BMP180 这个传感器集成到Home Assistant的时候 它会取回三个信息给我们 一个是海拔,一个是气压,一个是温度 这跟我之前介绍的DHT11传感器不同的是 它的精度会高一些 它的温度显示可以详细到小速点的后移位 并且它有气压和海拔的显示 大家可以看一下 气压和海拔都会给我们展示出漂亮的图形界面 漂亮的曲线 好,我现在带大家拆封一下我们的BMP180芯片 这个芯片呢,是我从网上 从淘宝上买的三块钱的芯片 大家看这个一个防禁电的包装 我们把它撕开 里边呢,有两样东西 一个是我们芯片的本体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送的一个排针 是需要我们手动焊接到这个芯片上 当然如果你跟卖家要求,它会帮你焊 它会帮你焊好在邮寄 大家看这个芯片是非常小的 上面有一个BMP180的型号 后面呢,有四个针角 分别是两个数据 一个正级,一个负级 我们把这个排针插到对应的四个孔 然后在背面进行一个点锡的焊接 焊好之后,我们就可以用杜邦线 分别把每一个针角连接到我们的树莓派上 现在呢,我已经把这个芯片焊接好了 我没有给大家展示焊接过程 因为我的罕接技术很烂 大家看我杜邦线也已经接好了 用了四条杜邦线 VIN是正级,GND是负级 剩下两个是数据 然后我们分别插到树莓派的 分别插到树莓派的P1,P2,P3,P5上 大家可以参考 我视频左边提供的连线方法 把它按按照我的提示 插到你的树莓派的对应的针角 好,现在我们已经把连线部分完成了 我们回到我的博客 看一下大概需要几步可以完成这个安装 其实呢,简单的四步就可以完成这个安装 大家注意,本教程只适用于树莓派 如果你有斐讯N1等等,没有GPIO端口的设备的话 那你要等我后面的视频 我会把这个传感器再变成WiFi的传感器 供大家使用 我们首先用Xshell打开我们的树莓派 我们用Xshell连接好树莓派 复制我提供的第一行代码 我们把刚才复制的代码连贴到我们的控制台之后 按回车 这个时候,界面会给我们展示出树莓派的配置界面 我们选到5 Interfacing Options 回车之后,我们再选5 i2c 我们选yes 打开这个功能 我们看到这个提示之后 我们的这个功能就打开了 我们点OK 按推出 再回到我们的网站 网站上面提供了一个文字版的连线方法 它会告诉你 你的正级、负级分别接入到我们树莓派的哪个帧 刚才呢 我也在视频里给大家演示了 并且也展示了连线方法的图片 如果你还是不清楚呢 还是可以参考一下 我现在提供的这个文字版的连线方法 接下来呢 就是安装我们的运行环境了 我们把安装运行环境 这些代码复制到剪贴板 同样还是粘贴到我们的控制台 给它一些时间 我们稍等一下 大家看 其实很简单 已经完成了 然后我们回到 Home Assistant这个位置 我们把传感器的部分都复制下来 然后回到Home Assistant 打开左边的Configurator 大家注意 如果你左边没有Configurator 请参考我屏幕右上角弹出的提示 来安装这个Configurator 这是一个很好的编辑Home Assistant的一个网页版的工具 我们的用户名是ITCommander 我们的用户名是Admin 密码是ITCommander 登陆进来之后 我们找到传感器的位置 大家看我刚才已经添加好的这些传感器 就是我刚才网站上提供的这一部分 我们不需要重复的复制了 所以呢 如果你没有这部分的话 你要把这个传感器 这些代码全都粘贴到Sensor的下面 大家注意Sensor只可以有一个大类 你可以把这些大类都折叠起来 折叠起来 你再看 如果有两个Sensor 那你这个YAML文件呢 肯定是不能用的 我们复制好之后 点一下保存 然后我们回到配置 服务控制里 重启一下我们的Home Assistant 左下角提示连接中段正在重连 这就证明 你的Home Assistant正在重启 Home Assistant如果新加了一些配置文件 它启动的时间可能会稍微久一点 这边呢我也会给大家快进过去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一定记得订阅 点赞转发 谢谢大家 好重启已经完毕了 我们回到盖栏 我们就可以看到 刚才我们添加的那些 那三个传感器 一个是海拔 一个是奇压 一个是温度了 如果你没有这些传感器的话 还是从我们的右上方 配置UI的部分 把它配置进去 我们点击编辑这个UI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边 左下角这边可以添加你的传感器 比如说你没有海拔 你可以添加 或者你可以添加两个海拔 都是可以的 你看我点一下保存 然后关掉 大家可以看到有两个海拔 我们把海拔还是去掉 因为我不需要有重复的 好 这就是我们BMP180 如何在树莓派上取回气压海拔温度 本期节目呢 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